现在是5月31号上午的这个9点多 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公理镇 所以呢我也是到辖区这边的公理镇派出所来报个案 昨天因为这个事情我奶奶吓得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现在精神很不好 其次我的父母在外地 他们因为这个事情也说尽不少 我在5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两条视频 然后触及到了他们的核心的利益 5月30号的时候呢 2点23分他们跑到村里面去找我了 但是村里面发现这两个人有点 在最近4点多的时候把监控截图发给我了 说3点多的时候 他们俩这两个陌生男子 就是出现在村支部的那两个陌生男子 又跑到我家里去了 这中间呢他们花了差不多有50多分钟 村支部到我家 如果您知道路线的话 我们开车5到7分钟就可以抵达 那他们肯定是在村支部没有问到确确的位置 当时他是来了之后在我们家逗留了4分钟 围绕着我老家的那两套房子 但实际上是我跟我小叔家的拍照录像 然后前面在那个监控盲区跟我奶奶交谈了很多 打听了就是家里有几口人呀 家里这个情况呀 然后我的一些情况 然后他们谎称是我常理的同事 还热情客气的喊他过去喝茶喝水 当时我们村里人就提醒他说 你这两个人看上去有点不对劲 那后来老人也就一直到了 医生到了之后就开始吓得整宿睡不着觉了 1号大家来医院了 到了医院前三个晚上压根晚上睡不着觉 到现在的话还不能出院 就是他时好时坏就这样 没有哪什么东西 他问这个人 我们不说没有 他把手机的照片打开 那就是一张图片 就是一个正面的福音医生分证福音医院正面 但是说了两个原因 一个是走朋友之间看看 第二个是这个核实情况 我也不知道他说过来核实情况 我们我们就没有打理他 第一现在是新西化时代 科技发达 如果是朋友的话 不需要到村里面的问 都有电话 都有微信 可以发给日本定位 导航过去 第二 你要是执法人员 你不用到村里面去找 找政务会问 你可以通过公安 按法律规定来 我们所里面除了值班的 其他人都去查那个案件去了 现在是传唤案件 按法律程序 后面如果有 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哪条法律规定 怎么处理